收看十點不一樣 我是韋佳琪 新北市長侯友宜 被提名為國民黨的參選人 之後打給對手郭台銘 都沒被回應 爭取國民黨提名施令後 侯海創辦人郭台銘 首度盡頭前現身 帶著老婆小孩要前往劇本 我是我對不起中華民國的國民 對不起台灣的人民 對不起對不起 努力不夠 謝謝謝謝 郭總是感慨自己 沒有能夠出來幫忙中華民國 努力不夠努力不夠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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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主席到底有沒有說什麼 謝謝謝謝 時間就挑在5月19號 也就是國民黨520大事失前 等同學告團結戲碼提前破局 問題才講完 不知是不是真的太敏感 連麥架也Hold不住 因為侯友宜被提名後 想和郭台銘修補關係 但是兩天來 卻連吃閉門梗 根據TVBS掌握的消息 其實在被提名之後 侯友宜是幾度的 撥電話給郭台銘 但是都是被拒絕的 根據TVBS掌握消息 在中常會後 包含侯友宜 朱立倫 黃建廷 甚至是柯文哲 都曾經想聯繫郭台銘 但郭台銘通通拒接 隔一天也就是18號 侯友宜在上午連打了兩通電話 郭台銘都沒接 甚至把侯友宜 朱立倫 黃建廷三個人 通通辣黑 侯友宜不願正面回應 是否有打電話給郭台銘 國民黨中央則無回應 來影響營造大團結氣勢 但顯然郭台銘暫時不願配合演出 TVBS掌握和吳慧 你做很安心的小組台北報導 TVBS2024最新大選民調顯示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以30%的支持度拿下第一 侯友宜在鏡頭前玩自拍 但看了照片不滿意再來一張 現在要參選總統形象不馬虎 隨著2024撒喀都正式成行 TVBS最新總統民調曝光 侯友宜以30%的支持度逆轉勝 打敗賴清德的27% 但兩人僅差距三個百分點 還有兩成的民眾沒有表態 交叉分析發現 20到39歲年輕選民 柯文哲占優勢 侯友宜則是支持度最低 但在60歲以上 侯友宜為福領先 所有的生要都可以尊重 最重要 我們要做好自己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 身為新美市大家長 侯友宜在北台灣 從北北基到陶竹苗 都是領先拿下第一 不過在雲嘉南高平棚 則是民進黨的賴清德佔優勢 中南部反侯態勢 侯友宜也在徵召後 打電話給藍營13縣市首長 包括挺郭派的花蓮縣長徐真衛 徐真衛也表示會支持黨中央提名的人選 而在雲林日前前縣長張榮衛 前理委張家俊都表態力挺郭台銘 張榮衛還居間簽線促成郭韓慧 張家班支持態度明朗 而侯友宜被徵召當天 南投縣議長不滿還退黨 侯友宜講話講到韶蝦還是一一致電爭取支持 我們就是也對他表示這個支持 他也請我特別向議長再打個招呼 那將來如果來到南投的時候 也會再次的這個來拜會議長 既然已經塵埃落定 這樣這個呢我們不要 備份化也不要借見縫插陣 修補藍軍關係侯友宜下足功夫 TVB的新聞動員 台北查報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會不會找郭台銘當副首總幹事說 誰都有可能 邊念邊畫線記下重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買手苦讀的就是520宣誓選總統的講稿 除了號召支持者共襄勝舉 當天黨公職包括新竹市長高鴻安都會出席 柯文哲不是來消滅藍綠 而是讓大家都能夠在一個共融社會裡面 一起為台灣找出新的出路 宣誓我們台灣民眾黨會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怎麼樣來達到我們團結台灣的這個目標 首度以柯文哲競選總幹事亮相 黃珊珊似乎也宣告不會柯珊配 但也不放棄尋求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合作機會 副首我們已經講了我們也會向天下真才 那我現在的任務就是做好總幹事的工作 向天下真才的部分有包括郭台銘 天下就很大嘛所以誰都有可能 副首搭檔還在尋覓中 倒是柯文哲個人主事決先曝光 KP就代表Keep Promise Keep Promise是說到做到 台灣的政治人物裡面很少數有人 可以說到的事情幾乎都做不到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的特色 還有競選小物印上KP的一白一灰T恤 柯文哲早就穿上身 搶先在下週亮相前先公布 因為網路上已經出現山寨版 同樣印上KP黑白灰藍通通有一件不到400元 還好新著名這不是正版 但這網頁已經下架 買一些髮帽的可能會也幫不到柯文哲 在下個禮拜我們開網開通以後 你就可以上網捐款 捐款之後就可以實質地幫助到柯文哲 競選官網政治現金專戶都將陸續公布 柯文哲的總剁手底定 心目中的最佳副首還在出缺中 TVBS新聞話少評DP 台北報導 前期封面由北到南通過 西班部地區降雨明顯 中央氣象局也針對了多個縣市 發布了大雨特報 明日各地仍有局部鎮雨發生 那麼什麼時候又會迎來另一波封面 一起來聽聽氣象局的天氣預報 今天晚上到明天 我們這波封面影響會逐漸的雨勢 會逐漸的變得比較趨緩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各地 都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雨勢的情況 主要的極質降雨的熱區 都還是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區的部分 再來的話則是禮拜天 到下禮拜一的白天 這段期間的環境場 大概都是比較偏向是 封面來之前的西南風的情況 所以西南風吹上來大概雨區 都會是在中南部地區的情形 不過也要留意一下 這段期間的天氣 都是比較偏向暖熱的空氣影響 所以在中午過後 各地都容易會有一些對流雲的發展 再來則是一周的溫度趨勢的部分 首先白色的線是北部還有宜花地區 紅色的話是中南部 還有台東地區的溫度 我們可以看到 從今天明天後天開始 都是風面前的西南風影響 所以溫度會緩慢的逐漸上升 可以看到高溫 其實在中南部還有台東地區 都是有容易超過30度 甚至到32 33度左右的情況 北部還有宜花地區的話 也會逐漸的上升 一直到了禮拜一的白天 今天這天都還是比較偏暖熱 悶熱的天氣 不過在禮拜一的晚上開始 封面來臨 後面也跟隨著東北季風下來 下雨之外 也有比較偏冷乾的空氣 下來影響到 所以到了禮拜二開始 整體的溫度 都會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像是在北部還有宜花地區 高溫可能都會降個6度 7度左右 會來到25 26度的高溫 中南部地區的話 也會有比較微幅的降溫的情形 清晨的雷雨包造成了新竹 桃園時雨量爆表 光是新竹的新風 甚至一個小時 就降下了110毫米 沿海地區 像是竹北的從一里 30戶全都泡在了水裡 包括了居民的家具跟車子 全都壞掉了 抓緊時間打掃屋內 但邊掃還是得抱怨一下 好無奈 已經好久沒淹水 結果大雨一來 家瞬間變游泳池 新竹縣竹北的崇一里 30戶住戶一整碗沒睡 好怕外頭的水越淹越高 連夜搶救家具 而停在外頭的汽車 不知道能躲去哪 都變成泡水車 排氣管都是積水 車主看著身材工具好擔心 不知道他到底還能不能開 直到抽水機出動了 積水到19號中午才慢慢退去 竹北 興峰 湖口 19號清晨 豪雨狂襲 雷雨包都在同個地方 不斷長出來 雨圈集中在這 光是一個晚上 新竹 興峰灌破344毫米 新浦 竹北也都突破了250毫米 全台渴望有梅雨 但來得又急又快 排水系統負荷不了 本來以為過得去 結果水太深 引擎進水 直接拋錨卡在路中央 動彈不得報警求助 而且好險受困在地下道的 第一時間逃出車外 因為瞬間滅頂 對此 新竹縣公務處表示 沿海地區地勢比較低窪 這回因為滿潮 再加上十雨量爆表 根本宣洩不及 只是三年前已經發生過 偏偏沒改善 氣象局之前也發出預告 類似的強降雨 都會讓現今的排水系統 無法附和 週六二十號 國中會考 雖然封面逐漸遠離 雨勢漸漸趨緩 但下週一二十二號 又將迎來另一波封面 難捉摸的對流發展 如果再帶來大雨 恐怕低窪地區又淹一變 相關單位真的得要 好好想想解決辦法 TVB的新聞 陳世民先輪 新竹採訪報導 烏克蘭的精英部隊 兵分兩路 從南北開始包夾巴赫姆特 這一次派出的前鋒軍 勢如破竹 有二兵看到了 坦克車開來 連打都還沒有打 直接器械投降 那麼烏軍要奪下了 兩條重要的補給桿道 瓦格納領袖也證實 俄軍已經開始從巴赫姆特 大撤退 直擊烏軍夜襲陣地 措手不及的敵軍發射閃光彈 其實這是烏軍的夜間特訓模擬戰 這支部隊馬上要上戰場 烏東前線第三突擊率的坦克 一邊掃除障礙一邊連日趕路 雨季結束路上不再泥泥 裝甲車重裝被把握機會 趕赴前線 此時先鋒部隊勢如破竹 已經重新回到巴赫姆特城區 烏軍只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 開始對城西區的民宅 主動攻堅清理戰場 郊外的樹林裡 第十三地突襲旅 遭遇俄軍殘兵 最後俄軍狼狽敗走 另外一個方向的烏軍架起木戰道 跨越城郊的溝渠 但是前方卻安靜的令人寒謀之術 就怕有埋伏 烏軍拿出無後座力炮 先發制人 不過靠近一看 俄軍還真的棄手豪鉤 匆忙到連武器都沒帶走 趁著俄軍陣腳大亂 烏軍還砲擊炸毀了一座彈藥庫 其實從5月8號到5月18號 這十天以來 烏軍在巴赫姆特兵分南北兩路 反推前線將近兩公里 重新掌握了504 506 兩條重要的補給公路 上下路包抄壓制俄軍 成功收復20平方公里的尸土 只是烏軍也不敢鬆懈 俄軍回馬槍不斷 烏軍的無人機還拍下 俄軍猛烈炮擊公寓社區化為廢墟 恐怕又是焦土作戰來掩護撤退 因為就在另外一邊的烏軍還拍到 俄軍士兵看到坦克車開來 丟下陣地拔腿狂奔 就連瓦格納傭兵團都說 俄軍馬上就要大撤退 俄軍一次是為了阻止烏軍 猛烈兩條公路的周遭 試圖爭取撤軍的時間 烏軍即將贏得睽違半年來最大的勝利 然而也在巴赫姆特當地的俄羅斯官媒 不僅隻字未提退敗 還拍下瓦格納英勇堅守的英姿 大後方官媒電視節目來賓還高喊 俄軍一定是最後的大贏家 CNN記者狂酸 這叫精神勝利法 畢竟畫面會說話 這些俄軍顯然覺得勝利很無望 只好投降保住小命 還被烏軍拖回陣地訓問 原來是指揮官丟下部隊自己落跑 對照俄軍這狼狽模樣 烏軍士氣更加高昂 TVP 新聞報導 俄羅斯所佔領的克里米亞 又有一列滿載貨物的火車 是遭到了引爆脫軌 這列火車很可能是俄羅斯 要把軍糧送到前線 專家就認為了 烏克蘭需要在大反攻前 可能需要讓俄軍先斷糧 BM-21冰雹火箭炮一發射 一輛俄軍坦克又遭殃 烏克蘭特種部隊 揚揚撒撒 列出過去24小時 退毀的俄軍裝備 包括自走炮 坦克 裝甲車 還有15位俄國士兵也喪命 每座冰雹火箭炮 可以射40發 但飛彈不再多 打中就零 有別俄軍無差別轟炸 烏軍可是仔細算過 但到距離 風速 勿必讓每發火箭炮都發揮功效 殲滅最多敵人 他給了我個角度 例如58、60 所以我設定在這裡 中間有鞋子 我必須捉住 有一個鈴鐺 轉向右邊 然後就是掃 在南部前線赫爾松 烏軍找到一輛 想四處躲藏的俄軍坦克 但是最後還是沒能逃過 烏軍的炮彈 另外在俄羅斯控制的克里米亞 又傳出有貨運火車爆炸後 出軌翻覆 利民的珍貴糧食 在列車出軌後 灑滿一地 翻車意外 越查內幕越多 俄羅斯媒體直接挑明 是遭烏克蘭特種部隊 安裝爆炸裝置引爆 這一炸對俄軍來講 損失慘重 這個月 頻傳俄羅斯列車 遭炸彈引爆脫軌的意外 專家研判 這應該是 烏軍打反攻的一環 烏軍在拍新宣傳片 大蒜俄國自豪的匕首 及因素飛彈 遭他們擊落 先見威脅不大 侮辱性極強 俄國官媒為了重振軍隊士氣 持續大內宣 說他們的幾因素飛彈 就像切奶油一樣 可以破開烏克蘭防空系統 另一方面 普京持續秋後算帳 首先指控研究匕首飛彈的 三位科學家涉及判國罪 因為他們謊報試射結果 普琴也開始派警察直接闖入 和這些叛國者有來往的官員家中 調查逮捕過程 還對他們施暴 他們的訪問 他們的訪問 只要留下 只要不要在這裡 面對前線不利 後勤又被摧毀 如今又抓捕所謂的叛國者 普京面臨的內外壓力 越來越高 TBS新聞綜合報導 G7領袖峰會 今天在日本廣島正式登場 各國領袖晚間在公島共進晚餐 另外傳出G7領袖 將有重大宣布 因此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可能會親自現身在這個峰會上 不過澤倫斯基 要怎麼飛到日本去呢 有一說是打美國軍機 另外一種說法 則是法國提供員機 在傳統音樂聲中 G7領袖抵達公島的 世界遺產延島神社參觀 各國領導人在落日余暉下與知名海上鳥居拍下紀念合影 之後慢慢散步轉往公島的老字號旅館共進晚餐 繼續就包含中國威脅印太局勢以及防止核擴散議題交換意見 G7峰會在日本廣島舉行 這裡也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遭原子彈轟炸的地方 意義重大 G7領袖首次一同參觀廣島核爆點 並在紀念碑獻花 以行動表達勿望歷史教訓 不過部分日本反戰民眾並不買單 他們高舉抗議標語 痛疲G7選在這裡開會本身就是諷刺 會場周遭的維安高度戒備 這次日本共動員全國兩萬四千名警力 就連公島上的飯店都下令休館 第一天圓州會議上各國專注討論的 還是俄武戰爭 聯合聲明中G7領袖已確定將擴大制裁俄羅斯 而原本只計劃視訊出席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則證實會改在周日親自現身廣島 與G7領袖會面 至於澤倫斯基怎麼安全飛到日本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說 澤倫斯基在參加完阿拉伯峰會後 將改成美國的軍機飛往日本 不過路透社的消息則說 澤倫斯基會搭乘法國政府提供的專機 至於澤倫斯基為何選擇親自現身 傳出有可能G7領袖 將有重大的宣布 甚至有機會援助烏克蘭F16戰機 根據CN報道 白宮近期因為受到國會的施壓 將同意歐洲盟國對烏克蘭出口F16戰機 由於澤倫斯基歐洲行結束帶回 滿滿軍員成果 美國現在又開綠燈 不阻擋他國援助F16 可能性確實不低 所以它會有很大的改變 它會有很大的改變 在現在的航空間 他們在現在的航空間 都不具備的力量 要站在戰艦 和射擊敵 射擊 F16會給他們 可能100公尺 更多的航空間 更多的航空間 它是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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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G7也擬好新對策 這次將鎖定俄羅斯的斷石下重手 由於俄羅斯每年的鑽石貿易額上看40億到50億美元 也成為克里姆林宮一大資金來源 若能阻斷將重重打擊俄軍 諸樂屋戰爭 包含美日以及英日的雙邊會談上 都提到了台海提示 強調不接受以武力改變現狀 俄羅斯就在G7開幕的同時 由大陸主辦的中國中亞峰會 也在陝西西安登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引用唐朝盛世初始西域的歷史 強調與中亞的淵源 與西方國家較勁的意味相當濃厚 編新聞 綜合報導 就在G7峰會開幕的同一天 由中國大陸所主辦的中國中亞峰會全體會議 也在陝西的西安登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自此的時候引用唐朝盛世 甚至是張謙初始西域的歷史 來強調這中國大陸跟中亞五國之間的淵源 跟西方國家較勁的意味 似乎是相當濃厚 氣派的車隊開上幾乎拍不到盡頭的紅地毯 19號上午10點 中亞五國領袖趕來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 大家早安好 耐人詢問的是 算一算這個時間點幾乎就跟遠在日本的G7峰會 日向岸田文雄迎接各國領袖的同一時刻 似乎以行動驗證會前國際輿論分析 習近平是要自己拉朋友圈跟G7較勁的說法 至此中再次強調世界變局 民表示中國跟中亞要建立戰略互信 經濟上合作 政治上也不容外部勢力干涉內政 除了會談內容外 這次大會同樣引發關注的 是18號晚上的歡迎晚宴 海內魂知己 天涯若比林 載歌載舞重現大唐盛世 大合照中習近平當然還是站在正中央 美國媒體CNN分析 中國把手伸進曾經的俄羅斯後院 大動作拉攏中亞五國 最主要還是攸關新疆局勢 避免遭滲透 要確保國內的安全跟穩定 而對中亞國家而言 經濟上歡迎中國的合作 但在地緣政治上就會有更多的顧慮 希望在中俄跟美國之間取得平衡 TVHN 林隆士 莊志偉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